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领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这套说辞翻译成大白话就是 既美国带着其盟国打着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 在地球上大搞遏制中国的地缘政治之后 他们又要在太空搞这一套 月球已被他们当作地球外的经济场 美国已将地缘政治延伸至天缘政治 竞争大幅升级 美国的冲返月球计划刚刚经历了两次挫折 先是有损月球着陆器被通报发生故障 无法在月球着陆 同一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 阿尔推米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 和阿尔推米斯3号载人登月计划分别延后一年 理由是现有的飞船存在安全隐患 当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些挫折 就看低美国的航天水平 航天技术是人类最尖端科技的极大成者 载人航天又是航天技术中难度最大的 在这条路上经历挫折 政治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 但当下美国因为这些进展不顺利 所表现出的焦虑和紧迫感 却是不正常的 不健康的 它不是出于科技思维和逻辑 而是出于地缘政治思维和逻辑 具体而言是金融战的思维和逻辑 美方认为外太空包括月球 都是美中争夺的战略目标 一旦美国慢一步就会被中国抢了先 输掉这场重要的太空竞赛 于是最需要国际合作的外太空探索 也变成了零和博弈 对华地缘政治竞争的思维根深蒂固 影响着华盛顿的政客们 NASA局长去年曾声称 月球南极的未来局势可能会发展成另一个南海 而早在2011年 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奥尔夫条款 禁止NASA与中方机构开展直接合作 除非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会的批准 相反 中方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件规定 条款限制中国与美国合作 去年10月 中方还宣布长俄5号月球科研样品 将面向国际开放申请 事实已经很清楚地表明 谁在太空探索问题上站在开放的一边 谁又站在封闭的一边 美国拥有全球最先进的航天技术 并且在外太空探索方面取得过巨大成就 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都乐见人类的代表 在外太空探索上走得更深更远 无论这个代表是美国人还是其他国家的人 但美国狭隘的航天格局 不仅让人们对它的外太空探索取得更大成就 没有信心 还担心它可能会拖拽其他外太空探索者的后退 中国没有任何议员参与美国人意想出来的太空竞赛 中国发展航天技术 一种和平利用 二种平等互利 三种包容发展 一直以身作则 推动国际空间交流与合作 但美国从卫星导航到国际空间站等 处处排斥防范中国 中国航天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中国探月和登月工程 正是基于多年自主创新不断累积的基础基础 不会以美西方的态度和立场为转移 相比之下 美国重新迈向月球的步伐 似乎正在掺杂越来越多的利益和争夺心态 如果美国怀着不甘心的心思登月 将是对月球的一种污染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